台北市新生高架道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一辆重机疑似是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路况 一个不小心撞上了前方的轿车 后方的两辆轿车反应不及也追撞上去 骑士被压在车底下伤势相当严重 紧急送医急救之后仍然是回天乏术 轿车开上了高架道路 前方的车辆减速准备汇入车道 驾驶也跟着放慢速度 不料这时意外发生了 后方的重机骑士疑似没有注意车前路况 一头撞了上去 但这还没完后方两辆车同样反应不及追撞 造成了四车连环撞 车祸现场除了撞骑残骸外 骑士也倒卧在地 而警方或报道场对驾驶们进行酒测 没有发现有酒驾情形 这一车祸发生在14号上午7点多 上完夜班的科兴重机骑士 打算走新生高架道路回家 但他不愿撞直到了前方车辆 后方两辆轿车同样反应不及 追撞后其中一辆把骑士压在了车底下 导致骑士伤势严重 送医急救宣告不至 警方提醒从车道汇入车道 除了要注意车流之外 也要保持行车距离 这样发生意外才可以增加反应时间 也增加保命几率 记者身上杨文豪胡伟伦台北报道